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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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OHA 我是肥你 我是肥膏 今集我們便會去Tarangar 之後我們便會開車 直到去到威利頓就完成了這個北島 我們進去Tarangga之前 就會走一條條路 然後再看金礦 很幸運,天終於不下雨 還要晴天,很開心 因為這幾天在家裡防風雷暴日行為 然後你看我們上車 有多少東西 我們遮住是因為 我們會去不同景點 之後我們才去Tarangga住宿那裡放點 我們怕別人看到車上有什麼東西 就會靠我們的窗 靠我們的窗 靠我們的窗 因為這裡的紙幣很麻煩 他們會看到車上有什麼東西 所以想辦法去拿 裝一張床 對,裝一張床 他們就不會有什麼疑心 我們現在還有五個小時 五個小時就會到我們第一個景點 這裡是我們的第一站 因為剛才我們打算去那個Trak呢 那個Google Map已經錯過了 它自動幫我們到另一個地方了 不過也很幸運,來到一個金礦 很錯過這個 對,這裡就是剛剛停車場一上來 就會看到這個建築物 然後旁邊就是一個很大的金礦 這個 這個MalfaMai 1878年開始開彩 1935年黃金的產量去到頂峰 1950年就陷入困境 其中因為國際金價下跌 加上需要大量資金 更新機器和人力不足之下 就決定在52年關閉這個礦井 而峰迴路轉在80年代初 金價又無故上漲 所以這個礦就在88年重新再開放 我是你們的黃金分析員 拜拜 1,2,3 哇,是影片來的 這個金礦其實很深 不過不知為何拍照或拍片 就看不出它有那種宏偉的感覺 現場看真是很厲害 特別是你附近呢 全部都是很綠的山 然後中間突然有一個很大的洞 很特別 不知道真的有多少金在這裡 可以掘到這麼深 這裏很長眼 眼睛都看不開 我現在真的閉上眼 都看不開 好辛苦 其實 這個小山優上來 可以看到這個城市的 其實是一個小的全景 不過這個城市很小 你看 好看 話說在1903年這裡建了一個Pump House 當時是紐西蘭採礦業的嬌澳 但是在1913年的時候 因為電力的出現 取代了這個 蒸氣動力 整座東西就開始荒廢拆了 而你眼前看到這個東西 其實當時是用來清理一些石 偷水 還有運送工人上班 下班 其實當時是用電 還是人手扯上來 都說用蒸氣動力 你有沒有 你剛才自己說的 好了 你的採礦分析完 又是時候走了 拜拜 拜拜 我們現在正式出發去Tarangga 現在是南天白雲 武漁 成功萬里 證明我祈禱是有的 這裡大概是開車去一個小時 由那個金礦那裡出發的 你沒有試過我祈禱 你的祈禱真的很有效 契女 上天的契女 現在就和大家逛逛這個歷史村 這裡是有餐廳 cafe 店舖 畫廊 教堂 連剪頭髮都有 還有很多地方給你租來搞Event 結婚都可以 這裡都會搞一些藝術展 或者音樂會 所以這裡簡直是一個濃縮版的小社區 所以說規劃是一定要有計劃 不是左腳右腳 所以這個配套這麼足就不小 洗鏡的士圈不鏡鏡 我們去遊夜車 很多藝術家在這裡開店 這些藝術品都挺漂亮的 我往往外外走 還要 Victonic TWIT 要花蜂蜜 你要花蜂蜜 你不知道要幹嘛 這應該是 這個 這個我不想知道 我怕一點點 很難聽 你這樣才行 有點像韓國的普羅王絲 那條村 沒有歷史的感覺 是仿古的新戲院 做出來的感覺是OK的 是漂亮的 但是感覺是比較小 還有比較有些雞的小事 可能要等市場來熱鬧一點 感受會不同 如果我們現在這樣 我覺得很麻煩 是有些咖啡可以喝一下 是呀 兜個轉休息一下 這個也挺可愛 你看 這個也挺可愛 它是直的 那邊有一個人 嚇死我了 這邊有英國童仔大師的作品 其實你在那些角落 其實很多藝術裝置 裝飾 裝飾 有些藝術可以看到 是挺漂亮的 這個很好笑 我走一回兩轉 我們看見它全蓋下 一兩秒之後 一有風就吹了這樣 我想知道 如果馬上去穿的時候 會怎樣 笑嗎 笑嗎笑 笑 我停了 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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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這裏像是斬叫的 我們就叫了兩份魚 半份薯條 一個青口和一個魷魚 魚的份量也挺大 這裡加起來就是14.4 還有我們自己自備了 醬 可以醬米拿起 都是牛神 好少 裡面都是水 要水 它吃下去 不像平常吃的 可以咬下去麵粉 它咬下去好像在吃 真是豬肉 不是,香腥炸雞 也辣辣 嗯 香腥 想不想看它 炸粉就不厚 好吃 它魚咬下去很juicy 好滑 對 很濃味 魚的 炸粉不會好像很硬 很硬 漿著 很漿 魚丸 魷魚圈就是普通 好像日式的吉利 咬下去沒什麼質感 很普通 但是炸粉有什麼 就是吃不出 那個 那個肌肉 青 很好吃 很好吃 青口 感覺裡面都很嫩滑 很濃 就是炸蠔 同時吃炸青口 很好吃 還有它上面的炸粉 有一點點香草 在上面 很多炸粉都有些味道 蠻好吃的 Rose Garden 是很多Rose的 但是就很小 我們這裡不是為了看Rose的 是為了看過海的大橋 但是剛剛開車經過 那條橋不行了 好噁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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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有 他看到圓圓整這條橋 彥氣呢 漂亮嗎 好噁心 先坐一會 好噁心 時光 好噁心 其實這裡真的只有我們兩個拍了在這裡半小時 也只有我們兩個在這裡 所以可能這個是好的打卡圍吧 是啊 我們不懂拍那些照片 我們都不知道怎樣 那些花很多都是謝的 你看 他們姓謝的 叫謝Rose 你看 好可笑 你為什麼常常常承認 哎呀 我聽過一次 你常常承認 好像很多花 但很多都是謝的 哎呀 謝了我 這裡是整個Rose Garden 我們選了一個最多花的地方 認了一個很多花的效果 其實是沒什麼花 唉 好煩 好啦 我們去下一個地方 大家說的東西你都搞不定 因為我看你突然看著一個劫子在嘔吐 因為你很煩 一時很曬 一時不曬 一時戴太陽鏡 又不曬了 然後脫 然後脫一會兒又要戴上 好劫啊 我們的眼睛 不知道是不是曬傷了 劫得你插不開 插不開 好啦 我們去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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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到了這個Mount 不適當 這個原來是毛利魚 剛才Airbnb那個人帶給我們獨特 我已經忘記了 我們兩個好累 那個人好像很無力 但我們要走這個山一個小時 這裡也是全部都是羊 而且這裡真的好多人很喜歡來這裡跑步 剛才看到那些是阿公阿婆 都照跑 但看到我們兩個 其實我們開始了10分鐘 人家以為我們開始了半個小時 我們開始喘氣 好累 但這個是我們今天的最重點 我們為什麼要上這座山 因為可以看到整個Tarangga城市的全景 這裡上山沿著海邊 不說不知呢 這裡是毛利人的聖地 他們的祖先大概在700多年前 就坐了一個很大的獨木舟 就在Mount Manganui上岸 Mangan在毛利語裡面就是解山 Nui就是解大 所以他們是形容著做很大的山 而我們走這個Mount的山 它是一個海拔232米高的碎火山 這裡是有幾條Track 你都可以選擇來走上山頂 很斜的路 又是長 搶我的命 不過這條路真的很多人走 話說這個山是有個傳說的 就是住了三個山神 一個是美女山神 另一個是高貴男山神 最後一個是沒有名的山神 有一天沒有名的山神 終於向女山神表白了 但又是很貴的故事 那個女山神一直都很喜歡高貴的男山神 所以就向她說NO 這個沒有名的山神 因為太不開心之下 就叫精靈去拖她出去海裡自殺死 那去到海邊的時候 太陽剛好就升了上來 就把她封印了在這裡 成為這座貓的山 這個叫NO的傳說 什麼叫NO的傳說 NO 兩男一女 NO 哈哈哈哈哈哈 我們現在爬到上山頂了 不過最頂頂這個 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位 我們就覺得不是最美的 最美是應該剛才有個石蓋這樣 然後站上去拍上去是最美的 因為是會看到整個 這裡那個 城市 海外線 城市 海啊 沙灘 但是呢就不會拍到有草 這裡就會看到有草 上來其實沒有預期中那麼久 其實好像沒有一個小時 就算以我們這樣的狀態走 是啊 都OK的 是中間有一段路特別斜 就辛苦一些 但是其他那些都滑可以 而且多沙食就會比較滑 是啊 你們真的穿鞋子要選 剛才我錄了一下 錄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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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差點滑低 是個人一邊拿著相機 一邊滑後 自動滑後 感覺很恐怖 沒有感覺 我想夜景都等不到 因為這裡 我想要起碼八九點 夜景 現在夏天 日落在城市的對面 我以為會在城市這邊 而且太陽其實不是很明顯 因為已經被那層雲遮住了 我們已經看不到日落 這個就是我剛才說 最美的拍照位就是這裡 是沒有什麼草遮住 這邊 衣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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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厲害 好了 我們現在回去 回去吃東西 很累 臨走的時候 我看到這個男人在玩滑翔傘 但最搞笑的是什麼 是他老婆和他一起來的時候 他自己飛了下去 然後老婆要自己走回到山下面 我覺得很可憐 我只能夠送一首詩給他老婆 是嗎 直揚無限好 喔喔喔 知事禁黃昏 耶耶耶 我們是 我們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